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呢非常的好 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用到两个关键的工具 第一个大家可能看到了 在影片的右下角 我们有VU这样的字样 也就是说我们用到了 谷歌最先进的VU3模型 当然我用的是Fast 因为那个标准的VU太贵了 但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素材 也是非常棒 然后我们用到了Fumura 这样非常棒的剪辑工具 然后去校正了整个影片的色彩 增加了节奏 添加了字幕 所以说呢整体的效果呢 就是大家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那让我们惊喜的是啊 现在的人工智能 不单单是可以生成影片本身 还可以生成音效背景音 甚至对话 而且呢 它在整体的这个画面啊 然后提示字的遵循程度啊 另外就是在运镜方面 都做得非常的棒啊 好那下边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 叫大家来做出这样一个短片 在生成我们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Flow这个平台的一个基本用法 大家进来之后呢 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那我们在这儿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 它默认选择的是VU2 Fast 选择不同模型的时候 你生成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消耗的点数也是不一样的 你注意啊 VU2的话 这是10个点 那如果我们切换成VU3 Fast 这个就是20个点 那如果你要不是Fast的模型 就到了100个点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悠着点 那我们这次生成呢 主要就是用VU3 Fast 输出的这个次数呢 我们选两个啊 为什么选两个 你要注意啊 VU3模型的稳定性是很强的 如果你提示词不变的话啊 它基本上呢 生成的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两个啊 一个作为备选 那基本上的这个需求是可以保证的 好 我们先来设定第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要讲一个那个怪兽 哥斯拉的故事吗 那我们做一个引入场景啊 说有一个记者 然后站在街头采访 突然呢 就哥斯拉来了 就大概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 给他写上 注意啊 他目前呢 只支持英文 大家尽量的不要用其他的这个语言 那我们下边呢 把这段给他生成一下 确保你选的这个模型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我们来执行 那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 VU3呢 都是带声音的 所以说呢 你需要在提示词里边呢 说清楚这个音效是什么样子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 Godzilla is coming 非常的棒啊 我们再看第二个 Godzilla is coming 那么这两个呢 你会发现的相似度是比较高的 当然有一些区别啊 比方说呢 第二个有一个镜头的切换 第一个语气呢 它就会更加的有氛围感一些 但是第二个呢 它整个的这个光影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下载这个模型的话 你要注意 我们可以用原式尺寸 720P 也可以用高分辨率啊 1080P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就选1080P的这个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那如何来写一个比较好的 VU3的提示词呢 这个没有固定的这个方法 我给大家一个思路 首先呢 你要写明这个最主要的部分 那最主要的部分呢 我们一般有四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叫做风格的设定 第二个呢 就是主体是什么啊 主要的角色或者是物体 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三个说明一下背景 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第四个是什么 动作 这是你必须要写的四个部分 另外我们还有四个辅助的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相机的运动 这个也比较重要 如果你希望它更有动感一些 最好呢 有一些相机的这个运动 还有呢 就是氛围和灯光 然后呢 就是音频元素 音频呢 有大概这么几种啊 第一种呢 就是对话 第二种呢 是环境噪音 第三种是音效 那这四个方面加入呢 就会使整个画面呢 就变得更好看 那我们这个提示词呢 就是充分的利用了 这八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呢 你看到了一个比较棒的效果 好 下边这段提示词呢 我们将呈现一个 特斯拉正在破坏城市 这样一个场景 而且呢 我们会用一个飞行相机的视角 看一下能不能非常好的来呈现 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好 下边呢 我们再生成一遍 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整体来看画面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可能第二个更符合 我们跟第一个画面的这种相似程度 是吧 那当然我们得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表现啊 我们先听一下这个 那由于我们在提示词里边有这个声音的设计啊 所以说呢 他有这个特斯拉正在破坏城市 请求支援啊 这样一段话外音 那我们再看这个 我总体上感觉的话呢 可能第二个表现会更好一些啊 那我们下边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边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场景啊 第三个场景呢 我们的设计是金刚加入了这个战斗 然后来支援人类 那我们需要给他们两个打斗的一个特写的场景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生成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来解释这段提示词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啊 先看第一个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很明显第二个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段提示词 这段提示词呢 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应用到了一个镜头的设计 那我设计了三个主要的镜头 第一个呢 就是格斯拉与金刚的面部的近景 第二个呢 就是设计了格斯拉和金刚的中景 另外呢 就是他们的航拍远景 那其实我就是想表现从近景 然后到中景再到拉远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个呢 是明显符合我这个要求的啊 我们就选第二个视频 那最后一个场景我就设计的比较戏剧化 是格斯拉呢 被装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边 然后他在不甘的咆哮 那我希望镜头呢 能聚焦到他的眼睛上面 然后倒映出金刚 坚硬的面孔 那画外音呢 我希望是人类终于胜利了 那我们开始能不能呈现出来啊 我们生成一下 下边呢就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哪个更符合我们的审美的需求啊 那我们首先呢先看第一个 那就是镜头从远拉气 然后看到了金刚的这个影子 然后有画外音 这个整个的表达呢 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的提示词 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其实是一种反向的表达 先从眼睛然后再拉远 是吧 这个就看你喜欢哪个了啊 我们还是选第一个 因为呢我个人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 大家看一下 通过我们生成的这些场景的话 那你会发现不管是VO3啊 还是VO3FAST 那他基本上呢 可以非常好的遵循我们的提示词 那么我们可以设定镜头 可以设定环境啊 甚至可以设定画外音 那他的这些特点呢 大家需要去掌握 但是由于他本身并不支持图生视频啊 而且呢不支持竖版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些技巧在里边 那比方说我在这个里边 其实隐含的应用了一个技巧 那就是金刚和哥斯拉 这样的两个东西啊 他在整个的模型的知识库里边是存在的 他的形象是固定的 那如果是一个人 你要想达到这个人物一致性这样一个目的的话呢 你就得把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的详细 比方说一个40岁的男人 然后有棕色的头发 然后穿着白色的衬衫 留着胡须 必须写得非常详细 才能得到比较好的一致性的效果 当然那我们现在用VEO3生成的 仅仅只能被称之为是一种素材 那真正让它变成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剪辑的过程啊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重要的 下边我们使用Fumora来对它进行一个基础的编辑 那我们看一下哪些剪辑功能 会使整个的作品变得更加的漂亮 我们点开它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档案 或者叫新建一个专案啊 首先呢我们把我们的素材给它导进来 下边呢我们逐一给它拖到我们这个视频轨道上啊 它这呢有一个分辨率匹配的一个对话框 这个我就选择采用这个原始视频的这个设置啊 就不进行转换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镜头 大家看一下 下边呢我们看第二个 大家注意啊这个没有声音 这也是VU3啊 它的一个缺点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去看这个原始视频 它是有声音的 但是你一旦把它放大下载下来就没有声音 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啊 不管你下载多少次啊 它都没有声音 这个怎么办呢 你就下两遍 第一遍下一个放大的 第二个下一个原始的720P的 一般原始的一个视频 未被放大过的 它是有声音的 我们只能把这个720的这个也给它拖进来啊 但是我们只用它的音频 大家看看是这个 我们把它也放到这儿 Godzilla is destroying the city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有声音 是吧 那我们下边呢可以把它分离一下 然后把这个删掉 Godzilla is destroying the city requesting support 这个就可以了啊 下边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两个打斗的这个场面啊 我们看第四个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影片啊 大家注意啊 如果做编辑的话 我们一般是修改节奏 调整画面 我现在这个画面基本上不用调啊 那我这个除了可能有点发黄之外 周围这个素材都有点青绿的这感觉 是吧 就这个稍微的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简单调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饱和度呢 给它降下来 注意现在我选的这红色啊 饱和度略微的降一点 然后黄色我也降一点 这个其实影响不大啊 绿色呢 可以让它稍微偏轻一点 是吧 这个青色呢 我们也是给它往上提啊 然后这个也稍微的饱和度大一点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它就比较像了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的调整啊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经常会用到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节奏的调整 你要注意啊 如果它里边自带背景音乐 或者是人声的话 尽量的别去调 比方说第一个 Zilla is coming 这个就先别调 那我们比较合适 就是第三个 我们听一下 它这个只有音效啊 而且它变化的这个节奏感不太强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改一下速度 然后我们选一下曲线变速 这个你可以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啊 比方说蒙太奇 让我们感觉一下啊 这个感觉就挺好是吧 另外这个啊 就最后这个镜头还是很有特色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大家给它也加一个变速啊 但是它后面有声音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采剪开啊 我们用Ctrl加B给它采剪开 然后我们只对前面进行变速 这个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子弹时间感觉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比原来要好很多 节奏就要强很多 是吧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基本调整啊 我们分别调了这个颜色 还有我们的这个变速 也就是节奏 下边呢 我们把它合成一下 变成一个复合片段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边给它增加一些字幕啊 字幕呢 你可以是传统字幕 当然呢 也可以是 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类似于动态字幕这种形式 那我们可以选一下AI字幕 我们用一下动态字幕吧 现在这个就生成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啊 不用看完了 我们就看这个字幕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就是说 它这个字幕这么长 对吧 跟这个画面匹配度是不高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调整一下 我们选中一下这个字幕 那你可以变它的动画呀什么的啊 这个我就直接变我们这个模板啊 选一个不同的字幕就行了 比方我们选这个 选这个之后呢 太大啊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一个基础的编辑 这样我们先把它缩小一下啊 基本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个 我们选中它啊 那下边呢 我们把不需要的给它删掉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留下了中间这个部分 再听一下啊 第二句大概在这个位置才开始 我们把第二个调到合适的这个长度啊 调到这儿 然后把不需要的给它删掉 让我们开始效果 这个还是有点长是吧 我们换成这个模板可能要好一些 两行是吧 那看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大概在这个地方啊 可能才会有声音 是吧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同样把这个模板换一下就行了 换成这个吧 那我们整体来看一下效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利用了VIO 这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然后再利用我们这个剪辑软件啊 Fumura 然后组合来生成的一段高质量的这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啊 经过剪辑软件 对于人工智能的片段的进行处理之后呢 整个的质感呢 就会有一个提升 当然呢 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 因为我是个程序员啊 可能专业人士会做的更好 他的色彩啊 音效啊 节奏啊 把握的会更加的到位 大家呢 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再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 预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